跑步傳接球打擊 這些是憑正高中棒球隊基本的訓練之一 而在兩個禮拜前 教練也開始安排模擬比賽練習 主要是為了備戰十一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屆關懷杯賽事 嚴格要求球員把每一場練習 當作是正式比賽 在練習當中會比別隊的來嚴肅一點 針對球員在練習當中 應該會比較嚴格 我們一開始就會把基本做到很紮實 在快到比賽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練一些比賽的情境 模擬比賽這樣子會做多一點 桃園平鎮高中棒球隊 從第十七屆二零一零年的關懷杯 成績突出 在第十八屆以及第十九屆延續氣勢 達成了三連霸 能夠友好表現可不是靠運氣 除了教練的指導 以及平時的訓練 球員們也會花時間加強 與訓練自己不足的部分 加強自己不足的地方 教練的嚴格要求加上球員們的自我訓練 以及球隊默契 讓平鎮高中棒球隊的成績 一均突起 面對十一月二十四日關懷杯之戰 平鎮高中棒球隊做好了準備 將爭取四連霸殊榮 街頭總裝碼要桃園平鎮採訪不到